做好了 这个肉 特殊的那种香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炖鲍鱼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这个鲍鱼 它不像海边的鲍鱼 刚出海的那种 非常新鲜 你放在那儿葱姜一炖就行了 咱们这个又放花椒 又放大料 又放葱姜 必须要有这个纵香型的这种调味 才能使着这个鱼的那个腥味 能排出提醒 这是一块肥瘦肉冻的 让我放这个微波炉一炸 炸有点熟了 它不当时 咱们还是使这种 看看 这个葱 要大千的葱 多放葱 放上一两 只一两半葱 姜放到二十五克 只三十克都可以 鱼是多少 鱼是二斤半 好了 辣椒段少放 变出辣味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开始要处理这个鱼 处理鱼时候呢 来 咱们妈看 把这个菜兔放成一个葱姜 不然的话 弄的这个菜兔可脏了啊 把鱼放到这个位置上 栽壳打开 用刀 这么来一刀 这再来一刀 中间再分开 鱼的鸡骨 中间啊 会有那个血污洗劲 刷白 手术干净以后就这样 这叫小破刀啊 一直都宽在破刀 是最为标准啊 吃的时候 好处理 一加一块肉 一加一块肉 那个感觉才好 另外你这个刀工的作用呢 主要是为了让它入味啊 成熟啊 效果更好啊 同时也增进那个美观 来 完活 就这样 现在呢 换入肉片 白油 泡出来的 换入 花椒 大料 葱姜 蒜 这种煎制方法比较特殊啊 盖上这 两分钟 两分钟 看一下这火啊 现在呢 接近三分钟 放下手 通常呢 都要看一眼啊 咱们呢 也看一眼 好了 看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这边颜色啥呀 我就为了这个 酱油 黄酒 这样 晃一晃 看看这个火大一点 这会儿上来了 再烹上醋 这个就是醋 老陈醋 加点肉汤 这就是肉汤啊 没有肉汤 咱这也不再差一点点的 你放心 绝对性的好吃啊 加上白糖 少许的白糖啊 增下鲜 少许是多少 放三克到四克白糖 盐 现在就给上八分钟 把汤汁收干了以后 剩一多半 三分之一汤汁 那个就是十二分钟啊 口比较重的那种 少来点味精 现在可以先加的 可以先加的 这样的火 炒二十五分钟 一会儿见 来 看一下啊 把这个葱姜 花椒大料都调出来 肉汤汤 融入锅里 放到盘子里 放到盘子里 香菜 这样子 汤汁都放到里面 把这个鱼上面的香菜咱们打下去 研究研究这个鱼 这个鱼做不好那种腥非常繁衣 做好了这个肉特殊的那种香 肉非常磁实 看看这肉 这个肉的味比较特殊的 非常好吃 来一大口 肉香浓郁 非常有嚼劲 吃得非常好 好了今天这道菜品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